和好友互傳圖片訊息 IPTOX也可以有類似像貼圖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只要在對話框上面找到這個工具 有一個插入圖片 那接著去選擇我們所要傳送給對方的這個圖片 按下開啟 那他就會出現在我們輸入文字訊息的這個位置 那麼按下傳送之後呢這個圖片就會傳送出去了 那這邊要再說明的是綠色的部分是傳送的紀錄 藍色的部分是接收的紀錄 那因為我們現在呢是只有一位好友的狀況 自己傳送給自己的狀況 所以才會看到兩次的紀錄 那另外呢如果說我們在傳送圖片之後 還要再去做一個文字的輸入的話 那有一個地方要提醒大家 假設我們有在偏好設定 把按下Enter鍵 就是傳送的這個選項做一個勾選的話 那麼我們現在這邊呢 要把滑鼠游標移到第二行來 就要按住Auto鍵 再去按Enter 那這樣子呢就可以繼續的去做一個輸入 而不會直接把我們的訊息給傳送出去 好 所以各位要記得如果這邊要做一個斷行 我們要按住Enter 那 但是這個Enter鍵 又已經被指定成傳送鍵的話 就要再多一個 Auto 再加上Enter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完成一個 斷行的一個動作 那麼按下傳送之後 或者按下Enter之後 訊息就會直接傳送出去了 Atari